聽到郭董說不是半瓶三 我收回 半夜跟半瓶三附近的民眾道歉 突然加碼說一個線是一個核電廠 你們是不是也很震撼 明顯黃一尬 他支持侯友宜 侯友宜相對比較穩定 等一等 郭台銘換了一個公關團隊之後 他最近打了議題 我不要講內容 先講缺電的議題 詐騙的問題 還有包括甚至包括疫苗的問題 高端 高端議題 這些是藍軍選民關心的 所以這些點都打到藍軍選民關心 那他當選90天之後就會解決詐騙的問題 你不要 好 我先講議題是藍軍選民關心 這些點都對 那現在差別就是說牛肉是什麼 解決問題的方式 剛才地委說 就是說解決內湖南港內科交通的問題 搭橋擴建都可以 可是未來20年30年 那個比較前瞻性的題來的話 就是說重點要務實可行 就是說我認為他提出這些問題 打到藍軍選民的點 就是說我認為是郭台銘認為他的民調跟侯友宇已經 已經是在誤差範圍內了 已經接近了 所以他最近的經距連連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 那可是差別是在時間沒有站在郭董 沒有站在阿榮家啦 因為我們五二零前後最最快可能五一七啦 應該是五一七啦 大概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就是五一七啦 五一七是禮拜三嘛 中常會會徵召啦 那徵召的這個人不是阿榮啦 是阿狗啦 不是啊 如果用阿的話 我們都這樣講嘛 就是說我們就是說市底下這樣講 侯友宇徵召的機會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啦 應該沒有變數 除非未來這十天 郭台銘的經距打動人心之外 又大家認為是具體可行的 民調突然暴增五趴十趴 超越郭台銘 郭台銘超越侯友宇五趴 贏過賴清德 那國民黨可能有不同思考 可是這個scenario不太可能啦 我們看到郭台銘真的是拼的 他當一個大老闆 大概很少跟人家道歉 連續好幾天道歉 連韓粉都道歉了 不過我們剛剛連線了議員裴老師 顯然是不太買單 但是徐曉星他講了 五月十七必徵召侯友宇 那麼有人說呢 目前最大的引誘 徐曉星覺得最大的引誘是什麼呢 如果鴻海川貿人郭台銘沒有被提名 是否會結合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勢力 造成國民黨大亂 所以未來一個禮拜風向很亂 這個黃光琴說 除非郭台銘剩下十天有白骨湯 白骨湯可以喝 不然大局已定 應該就是侯友宇 我覺得煮立論是怎麼沒意思的 郭台銘好像枕頭熱 頭蓋上燙 結果現在這個看起來還是要徵召侯友宇 國民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這個曾明中其實他一直就是支持侯友宇 他說他現在就是比較聚焦說徵召三個考慮 第一個民調不是唯一 第二個立委支持的狀況 第三個縣市黨支持的狀況 那郭台銘說一縣市一核電之後 應該國民黨的縣市長態度也會那個了 曾明中說支持侯友宇的占絕大部分 我想要問一下這個民嫌 是不是情勢就這麼明朗了 郭台銘 特別是他出手喬林維州 林維州讓喬之後 我是看郭台銘的面子 兄弟我們要一起拚 他現在又喬你們這一區 港湖區有所謂已經要禮讓李彥秀了 有所謂特別PO這一篇 真的是侯友宇出手 他這麼贏嗎 那不是總質詢怎麼有時間 瞧你們那麼多初選的內亂 沒有在暗時嘛 在暗時吃飯的時候 就是說第一個確定侯友宇 他是母雞的態勢 母雞的架勢 其實這個電影東部要去拚 你電影東部拚不好的時候 就是董主席 你董主席 沒有那個能量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主帥 大家認定 因為要選立委員認定誰是主帥 大家都認定說侯友宇是主帥 那侯友宇自己也順理成章 我出來處理 我出來整合啦 不要說喬 喬就難聽 大家說喬喬就難聽 因為你最怕我說喬的對不對 因為裸友是有加碼五百萬 所以我不會跳入你的陷阱 我當然還是要謹慎 那不講庄園就好 他現在要喬的 他是怎麼喬的 整合啦 不要喬 用個人的威望跟個人的理念 來說服大家去做整合 所以你不要說工夫 還淡水 還有很多選口新墨 很多選口 來幫忙整合 確實侯友宇也認知說他是一個母雞啦 他跟朱立倫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默契 我現在這樣說 為什麼 因為郭董 就是我們說阿明嘛 阿明他是拿外卡進入的喔 阿明他外卡 所謂的外卡打棒球你知道嗎 外卡你要先打贏一場喔 才有拿到決賽權啊 所以他目前拿到外卡 他不能說他跟侯友宇是站在不同 不同那個資格的喔 因為侯友原本就在決賽圈嘛 阿你郭台銘你要拿到外卡你要先打贏啊 所謂的打贏大家認知說 打贏就說你的民調 你要瞬間在未來十天 十天左右 你要瞬間 想你講的嘛 要吃白骨湯 爆起來好可憐 你贏過侯友宇5% 甚至贏過賴清德好有機會 所以時間沒有站在郭台銘這裡啦 也不是說我們對他不公平 或玩弄他或怎麼樣 因為他原本就拿到外卡啊 他不是原本就在會內賽啊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一個條件啊 那目前上五月十七如果徵招的話 你就看黨中要作業嘛 包括出了徵招 你要邀請說開記者會 那誰來幫侯友宇開 然後是所有縣市場都列席嗎 還是包括有些人認為說 你徵招之後你要鋪成未來 要找年輕人陪他嗎 這黨中要做好鋪排 還有包括侯友宇當天要講什麼 這個都要做好都要設定好了 所以目前大概徵招已成定局啦 徵招已成定局 你不怕說真的 侯友宇會面對官司嗎 侯友宇現在是五月三號喔 最新的 侯友宇你不要跑 你從新加坡回來 我還是會繼續講 還原侯友宇有百萬車 贏的現場 加碼曝他高技巧亞新聞的手法 他當中他活靈活現 他說侯友宇的當時是用台義說了 五百萬的庫頭給你 讓你盡量去創 創就是常常說的嘛 你創我 我就創你太傷這樣講嘛 這如果五歲就說就好了 如果他真的要去告 那就這個就是變成一個官司 他沒有要告喔 他說 他聽到這段話 你一年擴大拿回去盡量去創 然後他的團隊 羅友宇的團隊說 你不能拿 你拿得去外面怎麼做人 以後就毀了 被國民黨毀掉了 但是接下來羅友宇說 他不應該再多說了 因為會拖太多人下水 他說自己講這樣 足以上法院了 要傳我 我會以證人的身份出席 欸 檢方怎麼不趕快辦 都好 怎麼還不趕快辦 現在五一七徵召之前 再把侯友的五百萬翻出來 這個沒有司法的問題嗎 曾治破愛 曾治破愛 這個好難回答喔 我那麼講喔 就 其實我們在看三個官司啦 我們前面有講過那個 那個 嚴寬恆的嘛 不到一個月就起訴了對不對 那檢察官的那個起訴書 是不是就要被全民公審 全民公審嘛 不是跟你不是 不是你贊成嚴寬恆 或者同情官說沒關係 檢察官的起訴書 是要談談陽光下全民公審的喔 法院是公開審理的喔 到時候 檢察官如果不行 在法庭上會被嚴寬恆的律書給丁喔 不是保 沒有我們而已喔 不是起訴等於有罪喔 好 第二個 高鴻安 嚴寬恆被第二次那個起訴之後 大家問啊 高鴻安呢 高鴻安呢 好啦我大膽揣測 炳之妙 炳之妙 炳之妙是已經起訴了 已經起訴了 他再來一審喔 高鴻安就是這樣 就是嚴寬恆的起訴 會勾起大家對高鴻安的回憶 嗯 所以台北地先署 這個時候傳高鴻安是幹嘛 你要嘛很快起訴 要嘛就很快不起訴 嗯 沒得拖 嗯 第三個就是 五百萬贏了 五百萬贏了 柔柔這個事情 可不我們去告了啦 新北地先署就必須要叫柔柔子來了啦 所以這要攤牌你知道嗎 這要攤牌 好 可是不能再 如果沒有在五一七以前處理這件事情 對郭桃敏來說 請何以看 侯友宜的事情不受五百萬的影響 就是五百萬的事情不會影響侯友宜在國民黨 廢徵招 不會了 不會 五百萬的事情 我從頭到尾都講 這只是選舉過程中的一個浪花 好 那這個事情就是說 其實 就看 柔柔子主要有沒有東西 那麼講齁 柔柔子手上的東西如果不夠 還有兩個結果嘛 一個是怕 他現在被告嘛 嗯 誣告罪能不能成立嗎 還有一個是 因為民進黨有去檢舉侯友宜那五百萬嘛 那個能不能成立 我現在最怕的是 兩個都不成立怎麼辦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他沒辦法告訴你事實是什麼 嗯 就兩邊東西都不夠 所以柔柔子 柔柔子既然講他願意作證 那你手上的東西 要能夠支撐 不被告導 他就是現場人證了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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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夠的 還要有一個東西 旁證 因為 所以這個成立的機率不高 我沒辦法判讀 侯友宜就是瞧不起羅友誌嘛 所以回過台 根本不理他 理都不理他 但是你如果告柔柔子 還沒告到咧 嗯 你如果告柔柔子 沒告到 反過來講 那 侯友宜要受傷 他是很公平的喔 因為這種事情不會拖八個月喔 你沒辦法拖八個月喔 嗯 所以這個都是 所以你覺得整個大勢底定了 應該就是侯友宜出來 當然 可是會影響侯友宜的機率的 不會是這五百萬 但是你告下去 你如果告不贏的時候 你就會受傷 嗯